白堂主 皇上 不必为我担心 白某仰不溃天 腹不溃地 就算是死 也死得其所 注意保重 走吧 白堂主死去恐怕是凶多吉少 尚风哥 幸亏你救了我 要不然我小丽马上变两丽了 不好意思 害你挨这一掌 这点皮外伤 李状元 适可未君死 你应该先救皇上才对啊 若不是我及时赶到 恐怕皇上已被奸人所害 张校尉 身为武将 没能及时保护皇上 好像失职了吧 都是我不好 是我拉着张校尉 陪我去看吉利 要不是这样 皇兄不会受到惊吓 你也不可能挨这么一下 好了好了 谁都别怪谁了 大家平安就好了嘛 庆灵 你去牢里面看吉利 她现在怎么样 吉利从小 就跟赖驼子相依为命 现在赖驼子不在了 吉利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赖驼子杀了皇大人的儿子 那皇大人会不会侠怨报复 拿吉利治罪啊 我可以体谅皇大人丧子之痛 但是冤有头债有主 杀人的是赖驼子 与吉利也无关 我会请皇大人网看一面 不止吉利 有没有想过啊 现在白堂主 跟那两个人回去 不知道他能不能活着回来啊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我想白堂主 应该自己心里有事吧 这个白堂主 怎么这么晚还不回来啊 难道真的早已不测了吗 如果是这样 我不成罪人了 白堂主 您可千万不要出事啊 皇上 皇上 白堂主 教主没找你麻烦吗 有 但是我说服他了 你不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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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能不能给他 我来说服他 你不开心 你不开心 我去抉拦他 你不开心 你不开心 只能赠点 守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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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天下设计为寄人 别让我看错了 我不会辜负你的 死 我都会当个好皇帝 启禀皇上 赖驼子以前 就是个江阳大盗 他犯下了多起的大案 官府为了捉拿他 就利用他儿子和儿媳妇 当诱饵逮捕他 不料在双方大斗当中 误杀了他的儿子和儿媳妇 赖驼子遭此打击 决定金盆携手 专门照顾他失去爹娘的孙子吉利 刚好碰到白堂主狭义之心 愿意收留他们爷孙俩 从此以后 赖驼子就带着他的孙子吉利 躲在风云堂里 都躲了这么多年了 赖驼子为什么突然起杀机 杀死封颖 那是因为赖驼子极为疼爱他的孙子 看不惯封颖不断地欺负他 所以他愤怒之心 就像潮水一般冲破溃堤清醒而出 最后还是杀了封颖 封颖平时仗势欺人 才种下了杀身之祸 这赖驼子也是够傻的 为了出一口怨气 网送了自己的性命 留下吉利一个人 孤苦伶仃 多惨呢 所谓天下父母心 天底下没有一对父母 看到自己的孩子受伤害 还能无动于衷的 黄大人 吉利其实也是受害者 他并不知道赖驼子行凶的这些事情 所以还请黄大人网开一面 不要为难吉利 这 黄大人 朕了解你的丧子之痛 但是杀害你儿子的人是赖驼子 不应该牵扯无辜 犬子遭此横祸 也是他自己居心不良 怪不得别人 微臣按照皇上的旨意 回府后立即放了吉利 好吧 你回府休息吧 黄大人 微臣告退 皇上 吉利失去了唯一的亲人 见候身边在无人照顾她 草民希望能够受她为义子 让她永远留在枫云堂 白堂主 你是个好人 可是你那些徒弟就跟你不一样了 那他们现在知道枫祸 是赖驼子杀的 他们不会把气出在吉利的身上吗 经过封颖的事情 加上皇上的教诲 我相信封云堂的弟子 都体会了与人为善的道理 都学乖了 我保证 他们以后绝不会欺负吉利 白堂主啊 请你训诫你的子弟 让他们千万别再欺负吉利 否则朕绝不会轻饶他们 是 皇上 皇上 干娘 民女参见皇上 我听说您要回宫 特地来送行 皇上 您出发前 要不要再到百花楼来坐坐 好啊 很好的 很好的提议 但是宫里面有很多事情 等着朕去处理 朕还是不去了 真是可惜 皇上这次不来 以后可能就见不到百花楼了 走 干娘 百花楼怎么了 你要输了 不是 是因为这次的五十大会串 你和庆宁公主表演的美式醉酒大受欢迎 现在百花楼天天门庭弱势 高峰满座 我打算扩大营业 把这个百花楼改名叫做千娇楼 好好好 千娇楼 你去哪里找一千个美女 这还不容易 只要皇上跟庆宁公主肯帮我宣传一下 我相信全国各地的美女啊 一定都愿意加入我们 提禀皇上 卑职奉秦公公之命来护送皇上回宫 怎么了 秦公公怕真不回去啊 来 起来起来 谢皇上 来 请 人家 一阶 你怎么就只记得庆宁 不及你干儿子了 我怎么会不记得你啊 你别把干娘忘了就好了 皇上 忘您谨记承诺 我死都不会忘的 草民恭送皇上 来 坐 我送你 我相信 你一定会坚守承诺的 做个好皇帝 这一次回宫 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再出来 这些人这街道 恐怕要很久都见不到了 嗯 好 是 我相信 你没想到 您也用乎更多环境 您用乎您拿的 我们一起切成 您变得非常好 您崛伉 您才能 您变得 您的 您们可以 老百姓 你能不能给我算上一刮 这半天没进账了 什么时候才能开张啊我 你不是说我不准吗 还算 你还拿俏了 我是看你做了半天了 一坨苍蝇都没飞进来 我照顾照顾你的生意 再耗下去 你这半蝎都当不成了 你 好好好 就冲着你看不起我这半蝎 今天我就再帮你算一次 这一次绝对让你心服寇服 来 抽一支 不准条 抽一支 二十八千 今日夜翻新 富贵荣华身 天边相逢处 自当得横财 什么意思啊 意思是你今天大吉大利 会遇到贵人 不但如此 还会送你一大笔横财呢 人家怎么给你取这个外号 叫半仙呢 你根本是豆腐架子一点都不牢靠 我怎么可能呢 我来横财 你还不能说我 将来能怀个身孕 生个女儿呢 好好好 你要是真的不信的话 待会儿你有横财进账的话 可得分我一半啊 行行行行 反正啊 你这个虾猫说不定碰到死耗子 如果我真有横财啊 分离一半 君子隐 把马难追 老爹 老爹 你臭小子 三天两头见不着你人影 这次又死到哪里去了 爹 我要跟着戏班子四处去表演 以后恐怕更没时间回来看你了 这里有些银子 拿去买些干净的衣裳 还有啊 别再这么辛苦地到处乞讨了 我如果在外地赚了钱 也会托人来送给你 爹啊 我不在你身边的这段时间 你可要好好地照顾自己 千万别生病 一定要平平安安 长命百岁 这样我在外地 才不会老惦记着你 你这臭小子 老爹 老爹我要了一辈子的饭 你突然叫我别干这一行 我还真不习惯 老爹也不指望你赚大钱 好好照顾自己 有空啊 常回家来看看 老爹 老爹 我们这一次 去不要的地方离京城有点远 所以恐怕没有办法偿回来 没办法啊 谁让我儿子 喜欢干戏子这一行呢 爹不怪你 爹相信你 不管走到哪儿 都是爹的好孩子 不会干坏事啊 对吧 爹 不管我将来扮演什么角色 当什么人 我永远都会记住 我是何无求的儿子 何天阳 别忘了 常回家看看 陈半仙 你要好好地照顾我爹 别让他被人欺负啊 他是药犯的头子 你还怕他让人欺负了 行了 少说两句 陈半仙 嘴上无德 早晚被人砍 我要在他身边呢 还受连累呢 自己好好照顾自己啊 老爹啊 您就放心吧 我们都在一起 互相会有照应的 哦 那就好 爹 那我们走了 你多保重 嗯 老爹 都保重了 老爹 那我们走了啊 你干什么 你忘了刚才我们打过赌 你今天有横财劲仗 你得分过一半啊你 横财 什么叫横财啊 我人在孝顺我的钱 还在孝顺老子啊天经地义 还横财呢 去去去 臭你个死要犯啊 我救你走路撞大树 就是不给你 气死你 气死你 哎呦 这么灵啊 好啊 你敢救我啊 我我我 臭小败你干什么呀 我我我我打死你 我我我我捅死你 别过来啊你 哎 你们三个竟敢私自出宫 还闹出人命来 竟然把那群叛党内贼 都惹上门来 你们差点丧命知不知道 还有你 还好你低的脑袋回来 否则你祖宗八代 我都给他抄了 还有你们这两个小萝卜头 跟在后面瞎胡闹 下次敢再闹的话 我就找千秋在公围 挖两个坑把你们给埋了 崔臣下 你别这么大声好不好 我胆子很小的 被你这么一下 说不定啊 我会把千秋假扮 失眠杀手的事情 给说出来 何天阳 你不是说你嘴硬吗 要是随便你就放松的话 被人吓一跳 你就胡说八道 我干脆把你给毒哑 让你想说也开不了口 好啊 只要你答应我放过白云飞 我就不说这些话 不过有些话我还是得说 虽然这一次我是私自出宫 但是我不但破了案 我还参加了五十大会 替真皇帝赢得了民心 我还和乱党的护法 白云飞结为好友 他不顾自身的安危 说服了他们教主放过我 就是因为他相信我可以当个好皇帝 我认为如果双方能够放下旗舰 化纲戈为玉帛 将这乱党收为大明所用 那何尝不是一件好事啊 对 这乱党与朝廷是水火不容 仇身四海 就凭你一个人的力量能化解 真人说梦话 愚蠢 崔丞相 您此言差矣 当初太祖皇帝推翻大元 建我大明的时候 靠腿不也是此教的力量吗 倘若天仰兄真能说服此教 为朝廷所用 那是好事啊 对不对 应该得到嘉奖 怎么会是愚蠢呢 这是为言耸听的话 此教可是一心一意的 想灭我大明王朝 好 那些乱贼 我们必须诛杀殆尽 跟他们弹劾 这不可能的 那等于是活人跳进滚水里 找我死 那是因为你不了解此教的人 才会对他们有所误解 此教教徒是非分明 绝非是血好杀之徒 我建议你跟他们坐下来 好好谈谈 这样梁子才不会越结越深 何天雅 别以为你坐了几天的龙椅 你就能飞天遁地了 我警告你 不需要你教我怎么做事 别说了 你们两个为什么不说话 捅出这么大的娄子 你们不生气呀 今天我非要处罚你们一下 否则下次不知道 会再闹出什么纰漏来 崔丞下 你也不必大动肝火 事态没那么严重 何天雅说得不错 他们虽然是私自出宫 却也为皇上了了一件命案 也参加了五十大会 替真皇上赢得了民心 这是一件好事 至于逆贼之间的问题 牵涉到先祖朱元璋 与他们之间的恩恩怨怨 百年恩怨 哪是三言两语可以了结的呢 你也不必跟他们一般见识 秦公公 照你的意思 我不但不能处罚他们 我还得奖励他们了 哎呀 也不必矫枉过正啊 把他们留在宫里查看 看看他们的表现 你们三个给我听着 要是你们再私自出宫 我就打断你们的腿 要是把师面杀手的事说出来 我就毒雅你们 听懂了没有 听到了 我以后会乖乖待在宫里 不会到处乱跑 提醒皇上 二皇爷求见 请二皇爷的御书房稍候一会儿 皇上一会儿就过去 是 何天阳 见到二皇爷要小心说话 别在外面挽眼了心 不该说的话也说 你是指我假报皇帝的事 你看看你看看 他连你也消遣起来了 这成何体统啊 好了好了 李尚文 你陪他去见二皇爷 在旁边小心提点 是啊 为臣见皇上 平身 皇帝 找朕来有什么事啊 张校尉已经把皇兄 微服出巡的事告诉我了 臣弟请皇上恕罪 何罪之有啊 臣弟见皇上上朝一日便不见踪影 本以为皇兄不理朝政了 原来皇兄是出宫体察民情 臣弟误会皇兄了 都怪朕以前留下太多 不好的印象给你们了 朕不怪你 其实呢 朕天天被人误会 已经习惯了 我是皇帝啊 您应该多出宫走走 终日待在皇宫里面 锦衣玉食养尊处优的 实在很难体会民间疾苦 听不到百姓真正的声音呢 臣弟很高兴皇兄又如此想法 看来皇兄已经细心革命 我大明朝振着有救了 六大学士 皇上说的你都听到了 改日一定要陪我出宫走一走 替察民情 没问题 这事就交给微臣来安排 不对不对 这安排好了就不好玩了 朕有机 朕来教你啊 你就带着银两 让张校尉带着四处溜达到处瞧一瞧 皇上 宫外反朝逆贼横行 若得这二皇爷的身份 定会痛下杀手 臣以为英帅进军省位 较为妥当 刘大学士 你也不需要太过担忧了 皇上此次出行 除了体察民情之外呢 还跟这邪教的护法白云飞 成了朋友 我想假以时日 说不定能说服这邪教 不跟朝廷作对 没错 这邪教人才济济 要是能够身为朝廷所用 对咱们大明朝是大大有利 对呀 皇兄与这邪教的白云飞结为好友之事 张校尉已经告诉你了 臣弟实在不敢苟头 皇兄多年未上朝 根本不知道这邪教在民间违乱是从 妖言祸重 更是怂恿百姓对抗朝廷 是皇兄 是皇兄 不要轻易相信这邪教的人 没错 白云飞接近皇上均心叵测 一定有所企图 皇上不可不妨 你们大可放心哪 白云飞如果对我有企图的话 你们今天就看不到我了 不信的话 你们问张校尉就知道了 微臣觉得 这白云飞的确对皇上没有敌意 而且据微臣了解 白云飞是一位光明磊落 忠肝义胆的好汉子 这些邪教之徒 最懂得掌控人心了 一看你们 一个个都帮他说话 白云飞三番两次的救阵 他如果真的要阵死的话 别救我不就成了吗 我说你们哪 别防人跟防贼似的 要打开心胸才能结交到知心好友 皇帝 有机会我一定要安排你跟白云飞喝上两杯 以你的性格 你们一定能够成为好友的 臣敬谢不满 太主严命皇室宗亲不得与邪教来往 臣不敢违抗你 好吧 那既然你排斥的话 朕就不勉强你了 过两天 朕出宫再带你出去走走 皇上 才刚回宫 过些日子再说吧 对对对 朕要专心国事了 不能老想着玩 公公 何天阳 胆大妄为 这次差点惹出了大乱子 你为何不惩罚他 何天阳这次私自出宫 虽然惹了不少的事 但是我相信 你也感觉得到 何天阳此人 并非池中物啊 他做的事 真皇上也做不到 甚至于 他比真皇上更像皇上 公公指的是什么事 哎 收买人心 万一真皇上一命归心 我只要能控制何天阳 这个假皇上 再想办法 除掉苗贵妃跟崔丞相 哼 那时朝里朝外 没有人能对付我 天下 非我莫属 你对我们的爱 永远聚在我们心肝 无论以安 人生路 买到他走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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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re 娱乐 你对我们的爱 像我口里 那时 你配慈了 我叜了 我本来的爱 你选择于世 没有人能对付我 天下 非我莫属 公公这盘棋下得好 不过是个险招 孙子兵法有云 兵者鬼道也 出棋不易 攻棋不备 乃兵家之胜 对了 你随时汇报 和天阳那小子的行踪 我不想有人乱了我的局 是 不过 千秋尚有一事不解 公公既然知道 白云飞是那邪教护法 为何不寻限将邪教一网打尽 铲除的邪教很容易 可是此举 对我有害无益 这邪教的存在 才显出我东场的重要性 如今 东场大权在我手上 我喜欢怎么玩就怎么玩 我想要谁死 谁就活不了 拔掉这邪教 拔掉这邪教 你我 还玩什么呀 公公羞勇猛略 千秋自叹不如 苗贵妃和崔丞相 想和公公斗 简直是鸡蛋碰舌头 自不量力 哎 想要跟我玩 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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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辈子吧 哎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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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我看哪一天 何天阳给我们下道圣旨 把我们三个都抓起来之后 我们还真要给皇上陪葬呢 秦公公是只老谋深算的老狐狸 算盘打得比谁都精 他怎么可能如此轻易放过何天阳呢 那娘娘的意思是 照本宫看来 秦公公是想笼络何天阳 将他收为己用 他日真皇帝要是真归天了 他就能辖天子以令诸侯 利用何天阳这个假皇帝 替他排除异己 把持朝政 是啊 这不是我们三个人正在做的事吗 秦公公野心之大 难道你看不出来吗 你以为这一己是谁呀 是我们两个 娘娘 这我们可是三个人坐在同一条船上 这船要是沉了 这 我们三个不就玩玩了吗 别忘了 这艘船叫何天阳 只要控制住它 船上如果只需要一人掌舵 又何须三人呢 哎呀 这秦公公真是卑鄙无耻啊 还好娘娘看穿她的阴谋 要不然我们两个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看穿还没用呢 我们要反将她一举 让何天阳回头修理秦公公 娘娘 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做啊 前三百师 后三百师 天阳哥 我们都这回宫里 你别想宫外来试行不行 我们这次啊 微服出巡只寻到 皇城外头实在可惜 下一次一定要去远一点的地方 我听说这太湖风景不错 沿途有无锡的山水 还有苏州的园林 还有些值得一游的名胜古迹 下回我们要去太湖 我求你了还下回呢 这次我们给安全回来 已经算是万幸了 我跟你说 我现在证实芳华 你可别让我变什么 龙子还是哑巴的话 那谁许我 是啊 天阳修 这秦公公 这次好不容易才饶了咱们 你就安分一点 别再搞什么事了 你放心吧 只要那份秘纸在我这儿吧 秦公公的话 你就当他是个屁吧 而且这次我们微服出巡呢 还帮真皇帝 做了不少好事 改变了大家对皇帝的看法 这是真皇帝不愿意做 也不会做的事 我在想啊 只要我们以后 每次都能够有所作为 或许秦公公就不会反对了 还会帮我们去说服 苗贵妃跟崔丞相 这样啊 以后我就可以正正当当 带着庆宁出宫到太湖去玩了 说半天 你就只有想跟庆宁出去玩 你都不过我们的生死是不是 当初说好了 只出去一天 结果呢 你一见气你就什么都给忘了 总有一天你责了全养 会为了女人丢了性命的 为女人丢掉性命是值得的 不像尚文 为了你差点丢命 那才叫不值得呢 怎么会不值得呢 你怎么知道我不是 尚文哥心爱的女人呢 我 他救太监不救皇上 这就说明了他明明就是喜欢我 但 你别作作多情好吗 他救你是因为你是个女的 你才不是呢 你记不记得你被秦公公抓走的时候 我们两个在废墟等不到你 那时候尚文哥就跟我说了 说他要带我回家乡好好地照顾我 要不是我傻傻地说要等你 说明这个时候呢 我已经是尚文哥的妻子了 他怕丢下你啊 有失他的君子风度 所以才说些话来搪塞你 你还当真呢 你才不是这样呢 尚文哥 你自己对我说 你身都有意思 我 那个 我 尚文 你要是真的喜欢小丽的话 你就直说吧 我不会笑你的 我 皇兄 你们在说什么呢 这么热闹 我们在说那个 之前在宫外逍遥快活的日子 尚文 我告诉你 我发现一个地方很好玩叫太湖 那地方风景又好吃 吃不太东西也好 而且你 公主 喝啥不 不要 要不要吃玉山饱点心 我让我帮你准备去 我不吃 不要打搅我跟尚文聊天 不是 我好好照顾公主嘛 公主 您什么需要 现在天气挺好的 我们去御花园玩 好啊 公主 小丽啊 你不是想听 我是不是真的喜欢你吗 不不不 尚文哥 你的答案对我而言一点都不重要 我现在赶快去破坏他们两个方 谢谢 我 皇上 谢您公主 皇上 谢您公主 啊 跑哪儿去了 皇上 谢您公主 皇上 谢您公主 哎呀 气死人了 怎么找都找不着 到底跑哪儿去了 皇上 谢您公主 你好像啊 皇兄 小栗子走了 呃 走得好啊 这样我们就可以独处了 teach大主 皇上 trabalhar 我们本来就不适宜单独相处 哎 哎 哎 我真希望 我们是一对普通的恋人 这样就不用 管这些宫里面的繁文辱节了 更不用躲着小栗了 小栗子好像 很不喜欢我们在一起 每次都想办法破坏我们 促进比女人还大 我怀疑小栗子 不要理会她 不要理会她 小栗子从去了世之后 性情大变 变得阴阳怪气的 尤其是扮了女人的装扮之后 更觉得自己像个女人 我最近都被她烦死了 只要你一句话 我马上把她调到御膳房 去做劈柴太监 小栗子处处护着你 没功劳也有苦劳啊 皇兄实在不应该处罚她 好吧 既然你这么说 我再给她一次机会 皇兄 我们去那边看看 皇兄 我真的很开心 能够跟你一起为佛出巡 这段时间 我感到皇兄 对我是真心真意 无一丝虚假 其实在宫外的这段时间 是我这辈子 生活最快乐的时光 庆林 我真希望 我们能够永远生活在外头 不要再回来了 那怎么行呢 皇兄身负天下百姓福祉 肩负国家设计责任 我怎么能那么贪心 独霸着你呢 虽然我的人得分给天下百姓 但是我的心呢 只属于你的一个人 听皇兄这么说 我就心满意足了 皇上 臣妾没有打扰您 跟亲您公主谈心吧 苗贵妃 找朕有什么事吗 臣妾有话跟您说 烦请皇上移驾到臣妾请宫 臣妾先回去等皇上了 皇上 皇上 我们的事情被苗贵妃发现了 这下怎么办呢 跟她摊牌啊 我要告诉她 我非要你不可 可是 没关系 我不会让任何人把我们分开的 你先回宫里等我的好消息 何天阳 你是不是忘了你对我的承诺 不会再跟亲民来往了 我没忘啊 我是来告诉你的 我真的爱上了青年 爱得无法自拔 尤其是这次在宫外 我们的感情越来越深 我已经到了离不开庆宁的地步 她也离不开我了 你好大的胆子 你个臭要犯的 竟然敢染指大明朝公主 难道你不怕我把你的真实身份 告诉庆宁吗 我怕 我与其放弃庆宁 我宁可赌一把 我赌庆宁她爱我胜过一切 我宁可忍受失去她的痛苦 我也不能让你拿这个秘密 一直在威胁我 阻止我们俩在一起 你真的有这么爱静宁吗 是 爱到愿意为她而死 我愿意 我愿意要 任何处赞 在我们心山泊 无论于爱 任生路 在哪里都愿意 聞和道你赞 难道你不怕我把你的真实身份 告诉庆宁吗 我怕 我与其放弃庆灵 我宁可赌一把 我赌庆灵她爱我胜过一切 我宁可忍受失去她的痛苦 我也不能让你拿这个秘密 一直在威胁我 阻止我们俩在一起 你真的有这么爱庆灵吗 是 爱到愿意为她而死 我愿意 好 看在你这么爱庆灵的份上 我就成全你们两个 你是真心的 当然不是 你要答应我两个条件 我就知道没那么容易的 说吧说吧 第一个条件 为了巩固我郑公娘娘 在我身上的地位 我不准你纳庆灵为妃 也不准你让她怀龙肿 你自己守活广 还要拉庆灵下水呢 嘴巴给我放干净点 你想纳她为妃 我也有办法 让她去跟正才人作伴 果然呐 果然呐 果然是罪毒妇人心呐 行 我答应你 第二个条件 我要你帮我牵制秦公公 我原本以为你们是一伙的 共同的目标是对付二皇爷 没想到你们还各有异心呢 皇上没有昏迷前 什么都听他的 昏迷之后 秦公公更是大权在我 甚至于要我跟崔丞相 都听他的话 那是因为秦公公 他比较聪明吧 你给我闭嘴 秦公公不过是个阉臣 他竟敢不知分寸地 爬到我跟崔丞相的头上 整个后宫 除了皇上 皇太后 就我说了算 秦公公是个什么东西啊 我再不好好治治他 将来我跟崔丞相 早晚被他抓在手上 一把捏死 你说得太对了 秦公公不过是个太监 怎么能跟您比呢 太自不量力了 不过他现在大权在握 只要动一个小指头 就能要我的命 你说我哪有能力帮你啊 你这张脸皮 就是最好的武器啊 以后秦公公 不管叫你做任何事情 你就对他须与尾仪 然后来跟我报告 你只要记住 不管大小事情 都由我做主 知道吗 没问题 只要你能够答应我 跟庆林在一起 就是要我叫你一声娘都可以的 嗯 你说怎么办啊 这皇兄怎么还不回来啊 一定是跟贵妃谈得不顺利 公主啊 你也不用太担心了 苗贵妃 虽然反对您跟皇上好 但是她也不会做得太过分 毕竟皇太后 一直想把您许配给皇上啊 可是 哎呀 没事 哎 皇上 皇兄 怎么样了 你们 你们谈得怎么样 是不是不准我们在一起啊 凭我这三寸不烂之舍 苗贵妃终于答应成全我们 从此以后 我们可以在皇宫里面 大大方方地谈情说爱了 真的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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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文 你上头写什么 卖身葬妇 好可怜啊 我这个人浑身上下都是铁打的 只有这颗心是柔软的 我这儿有些碎银子 姑娘 这些银子应该够给你爹埋葬了吧 谢谢你 谢谢你 别客气 我们走 那我待会儿去哪儿找你们啊 不用了 我实在没别的银子再给你了 不是 我不就是卖身葬妇吗 那现在我就是你的人 你就是我的主人了 不用了 不用了 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我没资格当你的主人 我们走 你这是干什么 你不要我的人 我也不要你的钱 我这人做人做事是很有原则的 我又不是乞丐 我又不是乞丐 不用你可怜我 失守我 不用你可怜我 失守我 不要钱 不要钱 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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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涵哥 我以后再也不要跟你分开了 不跟你分开了 好了好了好了 别哭了别哭了啊 我带你进宫来就是让你来陪我的 听起来 你们是夫妻 是 不是 我什么时候娶你了 我卖身葬妇的时候就许给你了呀 那怎么能算 那怎么不能算啊 那怎么不能算啊 我现在身是何家的人 死是何家的鬼 我今生今世不会再被你分开的 皇上 此人留在宫中还是赶出宫外 就凭您一句话 我和天涵浑身上下都是铁打的 就这颗心是柔软的 秦公公 你就把它留下吧 天涵哥 我就战斗最好了 再怎么说 你也是爹娘生的 血肉做的 磕了碰了还是会疼的 以后不要再强忍着知道了吗 你每次都骂我 不关心你 我怎么会不关心你呢 看到你这个样子 我真的很心疼 天涵哥 你是不是真的决定接受沁宁 难道你忘记你们两个之间地位的悬殊吗 我没忘了 如果注定 这辈子我跟沁宁是没有结果的 那就让我 好好地把握这段时间 留下一段美好的回忆吧 天涵哥 你为什么这么少呢 你明明知道没有结果的 你却要去撞个满头包 而我可以永远陪在你身边的 你却不选择我 小丽 别把心思放在我这儿 我跟你是不可能有结果的 为什么 到底我是哪里不好了 你 你很好啊 你长得很漂亮 个性率直又讲义气 是个万中选一的好女孩 只是我对你就是少了那种 心动的感觉 就好像我第一次见到清零 我的心里啊扑通扑通地跳 从那一刻开始 我的心就被清零带走了 只有看到她 我的心才会踏实 可是我对你 就是少了那种感觉 感情是细水长流的 我们可以培养的啊 我对你只有兄妹之情 不可能再多了 小丽啊 我知道你喜欢天阳兄 可是他心里只有清零啊 感情是不能勉强的 是吧 你想想 与其这样心怀度愿 倒不如 让他们两个人 有亲人终成眷属 我不要 清零哥明明就会喜欢我 要不然 他也不会让我进光陪他的 我承认清零很好 倒长得又漂亮 软又温柔 可他毕竟是公主啊 他们的身份真的悬殊太大了 就算苗贵妃 答应他们两个在一块儿 他们也不有结果的 那也许天阳兄明白这个道理啊 只不过他跟清零在一起 非常的开心 不愿意去想这些罢了 我知道我爱吃醋 所以我千方百计的 想要阻止清零跟天阳哥在一块儿 可是我这样做不是无理取闹耶 我是担心天阳哥 万一他越陷越深 到时候 他不仅害了自己 他会害了清零的 我猜天阳兄可能在想 他现在不在乎什么天成地久 只要能够曾经拥有 他就已经很开心了 可是他知不知道要这样做 到最后 可能会连命都没有的 这个我能理解 为了自己心爱的女人去死 是值得了 你跟你两个都一样 都是大笨蛋 大笨蛋 小丽 其实我 我 我 我觉得你说的挺对的 你想啊 天阳兄把你照进宫里陪他 就表示他对你还是有感情的 只是他现在自己还没有看清楚 哪天忽然看清楚了 说不定就回到你的身边了 所以你就不用难受了 嗯 尚文哥 谢谢你 虽然我知道你是在安慰我 不过听起来真的很舒服 每一次我难过的时候都是你陪我的 嗯 我在想啊 如果今生谁嫁给你的话 一定会很幸福的 嗯 天阳兄 天阳兄 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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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告诉你啊 我已经请宫里的画师替庆宁画了一幅画 画好之后呢 我要把画挂在床头上 这样我一睁开眼就可以看到庆宁了 真是只见新人笑 不见旧人哭啊 你在说什么呀 你呀 别老光顾着跟庆宁谈情说爱 你也关心关心小丽子嘛 哎呦 她成天就想破坏我跟庆宁的感情 我不骂她就不错了 还要我关心她 哎呀 小丽是真心喜欢你 看到你跟庆宁那么恩爱 她心里能好受吗 哎 我已经跟她说得很清楚了 我对她是没有男女之间的感情的 你告诉她 对我死心 你跟她真的一点男女之间的感情都没有 嗯 那你干嘛叫人家进宫来陪你啊 哎 因为无聊啊 无聊你怎么不找别人找她 我也不知道 当时直觉就想到她 什么直觉想到她 你是想她还是喜欢她还是对她有感情 那 那想到她跟喜欢她是两码子事 就像我清点状元的时候我想到你 但并不表示我喜欢你呀 哎 你在说什么呀你 其实我的意思是啊 我觉得你可能认为 对小丽的感情太自然了 自然到 你已经没有察觉到她的存在了 你不要胡说了 我对小丽只有兄妹情 没有一丝一毫的男女之间的感情 嗯 我说尚文啊 我现在跟庆宁好得很啊 你为什么一定要逼我接受小丽啊 哎 我不是逼你接受小丽 我是提醒你 其实小丽在你心里头的位置还是很重的 只是你自己不知道罢了 你胡说 我心里满满都承载着对庆宁的爱 容不下其他人 好好好 天阳兄啊 我觉得这个 好了好了好了 你不要再提小丽说话了 我对她是不可能有感情的 好了 我要去睡觉了 哎 李山文啊李山文 你在想什么 明明喜欢小丽 却还把她推给天阳 崔丞相 你此人长得也不严 这明明就 怎么了 怎么了 各位 这么一大早 叫朕到御书房来做什么决定啊 皇上 皇上 大臣有事向您禀报 皇上 让微臣先说 皇上务必三思啊 崔丞相 皇上现在不知道 事情的来龙去脉啊 所以必须由我来说 才能说得明白啊 你这是 别吵了 崔丞相抢话行 什么时候抢上爱民就好了 二皇也死言差矣 微臣忠肝义胆 一心一意为国家设计 只要有长眼的人 都能看得出来 微臣 对皇上可是一变赤胆忠心啊 好 既然如此 崔丞相就应该为了咱们大明朝 经济利益着想 为了沿海地区人民的生计 更应该开放海禁才对 太足有云 寸本不能入海 引进沿海居民进行海上贸易 否则会让皇上违背祖训啊 你们到底为了什么事情在那边真挚不休的 说清楚 皇上 您听微臣说 刘大学士先说 皇上 自太祖时期 胡威庸同倭寇谋反一世之后 海禁政策就愈加严厉 可是海禁也造成了沿海居民生活困苦 他们为了生存 只能贸然走私 甚至同倭寇一起横行 二皇爷同崔丞相 正是为近海令借近一事 争执不下 二皇爷 你的意见呢 皇兄 实施近海令贯彻所国政策 不但不能解决问题 反而失去了海上贸易的控制权 而倭寇也就成了大明海域的操控者 大明沿海的居民将受到极大的威胁 既然如此 那朝廷就应该立刻派兵剿灭海上的倭寇 何需开放海禁呢 崔丞相不愿意解除海禁 是担心会影响到 你们这些手握石权等人的利益吗 胡说 这八根子打不着的事 简直胡说 你那才叫胡说 你才叫胡说 你怎么办 停 秦公公 你的意思呢 回禀皇上 你才以为 海禁万万不能开放 否则 倭寇必将围乱甚去 最好的办法 是派兵前去 除脚倭寇 校围传言 最后把了 一些事 秦公公 你的意思呢 回禀皇上 奴才以为海禁万万不能开放 否则倭寇必将围乱甚聚 最好的办法是派兵前去除缴倭寇 皇上 如此造成军迷血战 是非明智之举呀 胡说 秦公公才明智 你错了 我怎么会错呢 秦公公刚才说了 海禁万万不能开放 谈到大明银海君明堂的生命 停停停 苗贵妃 你的意见呢 皇上 臣妾支持二皇爷的想法 也认为开放海禁一事实属必要 娘娘 娘娘 苗贵妃 你竟然会支持我的看法 皇上 臣妾认为二皇爷说得有理 朝廷若能开放海禁 除了与朝贡外邦有海上往来之外 民间百姓 亦能与外邦疏通有无 又可增收商税 如此并非恶事 好 既然是苗贵妃都同意 那朕就支持 非丞相 臣在 你认为本宫说得有道理吗 皇上与娘娘明鉴 先行为臣判得错误 现在听娘娘这一席之言 还是觉得娘娘明鉴呢 为臣赞同 赞同 好了 既然大家都没什么意见 那就开放海禁吧 娘娘 今天在御书房 你怎么同意二皇爷的决定呢 不是咱们三人说好的 要跟二皇爷对着干吗 因为秦公公 秦公公 我今天在御书房支持二皇爷 这只是小事身手 我想让秦公公明白一件事 除非听我的 否则我随时可以排除他 原来如此 娘娘是想警告秦公公 表示你随时可以倒戈于二皇爷身边 不错 这样子秦公公以后 也不敢这么嚣张了吧 这叫联合次要敌人 打击主要敌人 问题若是秦公公看出娘娘的心思后 我担心秦公公一定会有很大的反弹 反弹 也许后面会带来更大的麻烦吧 反弹 反弹又如何 既然何天仰这个皇帝 已经跟我达成共识 要乖乖听我的话 有皇上当我的靠山 就算秦公公再怎么反弹 他也无法对我出手还 他现在已经是孤立无援了 如果他事项点就顺从我的摆目 否则到最后他会死无葬身之地 哎呀 娘娘真是英明啊 这么一来 我看这个秦公公就不敢再自以为是 一意孤行了吧 我就是要让他知道 主子到底是谁 好 好 奇怪啊 苗贵妃历来与二皇也是对立的 没想到今天为了严海禁令的事情 却能够舍计秦公公的意见 转而支持我们 更奇怪的是 崔丞相本来要坚持己见 一看到苗贵妃转向 马上就改变其 这里边定有蹊跷啊 我想征结出在皇上 二皇爷 不知道你们是否有注意到 皇上说了一句话 就是 只要是苗贵妃做的决定 我都支持 因为这句话 崔丞相在马上见风转斗 的确 皇上和苗贵妃 似乎达成了某种攻势 而苗贵妃跟崔丞相也有默契 他们似乎刻意与秦公公持相反意见 看来 苗贵妃 崔丞相和秦公公这个铁三角 已经出现裂缝 他们之间已经产生了矛盾 而我们 正是被苗贵妃用来打击秦公公的工具 我们被苗贵妃利用了 被利用未必是一件坏事 既然他们已经互不信任 将来一一击破就更加容易了 一旦他们之间的裂缝越来越大 那时候就是我们见缝插针的时刻 没错 我们要合力把宁臣宦官赶出朝廷 我朝才有希望呢 此时急不得 他们都是皇亲国妾或朝廷命官 我们不能贸然行事 先尽管其变 好好观察他们将来的举动会是如何 现在最要紧的是 先处理好沿海倭寇之事 你们马上商议拟定开放海进一室 并立刻派人加强海防驻守 恶者倭寇对沿海居民的骚扰 尽快让沿海居民摆脱昆暮 减轻皇上的负担 是 看来事情 越来越去了 可恶啊 可恶啊 看来 好你个苗贵妃 把脸色给我看吧 跟崔丞相一搭一叉 给我难看 哼 不知道我秦某是和号人物 好 你给我难看 我就让你苗贵妃 崔丞相 没有一天好日子过 公公 需要奴才动手吗 不 这样太便宜他们了 给我难看 我要苗贵妃跟崔丞相 没有一天好日子过 我要慢慢地折磨他们 我要让他们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 我要让他们围在我的面前向我求饶 这皇宫里面真是无聊得很啊 每次都要为这些无聊的事情早起 看他们在那边吵了吵去真是无聊 你身为天子 有些事还是要你自己亲自去定夺才对 定夺什么 他们根本就是在我面前故意吵给我看的 事情有没有决定不重要 重要的是 谁炒赢了谁占上风了 还真是如此啊 你们发现今天这情形啊好像不太能理解 苗贵妃居然临阵倒戈了 她已经是跟谁啊 是跟秦公公还有崔丞相一伙的 今天突然间支持起二皇爷 连大学社还有张校尉都是满脸不可置信的样子 我觉得又一场宫廷斗争要开始喽 斗吧 让他们斗 反正狗咬狗 一嘴毛 谁输谁赢都跟我没关系 我只知道啊 现在呢 在这皇宫里面 他们还需要我当皇上 只要真皇上一天不行 我在这皇宫就稳如泰山 没人敢动得了我 而且我还有秘制在身上呢 现在是这样 没错 可是等真皇上一醒了呢 我看咱们的脑袋就要人头落地了 你看 一回皇宫啊 叫勾心斗角 而且啊 非要斗个你死我活 还是宫外好啊 虽然穷困一点 但也单纯 平凡 说得没错 可是现在怎么办呢 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啊 我看咱们呢 是没有回头路可走了 行了 行了 不要再聊这些无聊的话题了 越聊越不开心 嗯 哎 我要去找庆宁 我宁可跟着庆宁去御花园抓蝴蝶 也比聊这些好玩啊 走了 走了 玩得开心一点啊 宫廷窦窦 哎呀 哎 那边还有 那边还有 好好好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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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哎 哎哎 飞走了 清廷 清廷 我抓到一只蝴蝶了 哪呢 看看 在这儿 你看 我看看 哎呀 哎呀 飞走了 好可惜啊 哎 真可惜 快看看还有没有蝴蝶 哎 哎 那边有两只哎 两只落在那儿了 我去 哎呦 我来我来我来 刚才我已经抓到蝴蝶了 抓蝴蝶我最在乎了 看看 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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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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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廷 我抓到了 我看看我看看 你看你 哎 哎 好美啊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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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美 那边有两只 两只落在那了 我去 我来 刚才我已经抓到蝴蝶了 抓蝴蝶我最在乎了 清零 我抓到了 我看看 你看你 好美 再美 也没有你美 越画彩蝶 乘风趣 欲为彼翼 君不知 清零 你在说什么 没什么 我看着这一对蝴蝶 就想起了梁山伯和朱英台的故事 他们是那么深爱着对方 却为环境所破 最后不得已化成了双蝶 共孝于飞 好凄美啊 皇兄 我们还是别抓他们了 把他们放了吧 你真以为他们是梁山伯与朱英台啊 不管是不是 他们成双成对 快快乐乐地在御花园里飞 我们把他抓起来 不吓坏他们的 傻清零啊 你以为他们是人啊 也许 也许我们就快快乐乐 成双成对的 我总不希望自己 变得像他们一样 好吧好吧 那就把他们放了吧 让他们继续快快乐乐 自从跟皇兄交心之后 我的心就变得好柔软 不管看到什么 都好容易感动哦 那是因为啊 我们对彼此都是真心的 嗯 黄兄 你看他们 他们好开心啊 嗯 因为我们也开心啊 蝴蝶开心 你们开心 我可不开心 天晓哥 你跟七宁两个人 成双神队快快乐乐地 有没有想到我在这里 心灯隐之 咕咕呆呆呆地 难道在你的心目中 我真的那么不重要吗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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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我啊 哦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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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小丽子 你在干什么 桌椅坏了呀 我在修理 你看不出来吗 哎呀 你要修拿到外头去修啊 继续吧 小丽子 我不说把这东西拿到外头去修吗 外头太黑了 我看不到 太吵了 要修的话明天再修 已经很晚了 不会啊 我觉得这声音呢 比古詹的声音好听太多了 你耳朵是不是有毛病了 这么悦耳好听的声音 你居然会觉得难听啊 没错 所以我喜欢悄悄答应 你耳朵的声音 老头还给我 还给我 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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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吵死了 给我 黄兄 我看 我还是先回去好了 嗯 这里就留给小栗子 修理桌椅吧 哎 七娘 七娘 我跟你一起去吧 这里呢就留给小栗子 跟那张椅子培养感情 我们两个就到玉花园赏月 培养感情 走 皇上 请得不 皇上 您忘了你有很多奏识 要批乐吗 哪有什么闲情益智 去赏月 去培养感情呢 我要批什么奏识 你连批什么都忘了 清廷公主 请原谅奴才说话直接 奴才知道公主呢 整天是无所事事 所以当然可以每一天都很悠哉的 弹琴赏月 可皇上就不一样了 皇上现在呢整天为了陪你 白天不上朝 晚上呢也不批乐奏折 难怪 难怪公冲的大臣每一个都说 皇上怎么又跟以前 恢复得一模一样呢 清廷公主 难道你希望大家都觉得 皇上变成一个英俊吗 小栗子 你好大胆 皇上 奴才只是据实已告 这样有错吗 你 皇兄 小栗子说得没错 自从回宫之后 您花在陈妹身上的时间 确实比花在国事上要多 陈妹也认为 皇兄应该以国事为重 毕竟您是一国之君 是万民的希望 陈妹的确占用皇兄太多时间了 清廷 你别听小栗子胡说啊 皇兄 陈妹先回去了 等林批队完奏折再聚 陈妹告退 清廷 清廷 你 你这是什么意思你啊 一会儿在那边悄悄打打 一会儿又骂我是昏君 还给清廷扣上这么大一顶帽子 我警告你啊 要是我跟清廷之间的感情有什么问题 我唯你深问 我是替你这个皇帝着想 我担心你就会被天下人唾骂 你别把话说得那么好听 你根本就是要找我跟清廷的麻烦 你别忘了 你不过是个小小的太监 你凭什么插手皇帝的事 是你忘记自己的身份吧 是你贪图富贵的数典忘祖吧 你真因为你拼上楼帽子就是真皇帝了 还妄想跟大明公主共少于妃 你爱作梦了你 清廷公主说的没有错 你们呢就是门当户不对的梁柱 铺蝶 铺蝶差不多 你怎么知道我去铺蝶 好啊 你这个小人哪 你太没道德了 原来你偷偷地在监视我跟清廷的一举一动 我不是小人你才是 是你用假身份去欺骗清廷公主的感情 你才是那个没有道德的 我没有用假身份去欺骗她的感情 我对她是真心的 我当上皇上也是迫不得已 那你敢跟她说你不是正皇帝 你敢跟她说你只是一个人见人陕的街头小混棍 你敢跟她说你只是一个老乞丐养大的 这些实话你敢跟她说吗 我 我 好了好了 我不想跟你说这些了 再说下句话 只会让我自己变得更生气 你要去哪儿 我去哪儿关你什么事了 你要找清理对不对 你不许去 那你跟她一整天你不许去 我是不是去找她关你什么事 你凭什么管我 我当然可以管你啊 我是你买金文的妻子我就可以管你 我不要你当我的妻子 你放开 我不放 我就放 我就不放 放开我 开 flo 你追阮的爱 永远及采在阮神汝 毋乱一乱 你生了不的乱到已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能力对了我 爸爸不是女儿子吗 我都对你父母这么对都没有看到吗 你到底有没有良心啊你 你的良心一定是被狗肯的 你就是被权养大了你 你为什么每次说话都要说得那么难听 跟你说不是对有态情吗 合体有什么用 我不想跟你吵了 吵得我头疼 你去哪里 合体一啊 我警告你哦 你今天只要踏入这个门 你以后就见不到我 那最好 省得你每次来烦我 后悔无期 是 吴天 你居然这样对我 吴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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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阳哥 少盟哥 怎么是你啊 我知道你跟天阳兄吵架了 所以过来看看你 没想到还有人关心我 我以为这就剩我一个人了 怎么可能呢 怎么可能让你剩一个人呢 还有天阳 还有我呀 天阳太精变了 他不再是我喜欢的天阳哥了 也不再是我喜欢 那个街头混混合天阳 我以为 我以为他把我带进宫 所以他喜欢我 他想我 他需要 他离不开我 没想到 没想到一切 都只是我自作多情 不是 不是 不是你自作多情 你为他付出的 你为他做的一切 他会看到 也会感觉到的 他根本一点感觉都没有 他讨厌我 他甚至不选我接近他 他讨厌我接近他 这年头什么人都会变 什么话都不能相信 你这话说的可不对啊 别人说的话你可以不信 我说的话一定你要信 我说话算话 我绝不会让你只剩下一个人 就算你说天阳哥变了 我也不会变 我对你始终无一 尚文哥 你又想撤血而弱对不对 这样是不行的 我知道我人美个性好 在外头就觊觎我 可我跟你说过了呀 我身世何家的人 死世何家的鬼 你明明都知道 我已经卖身给天阳哥了 你不可以这样一直偷偷喜欢我 这样对你不好 小烈 你听我说 我以前真的没有觊觎你什么 但是我承认 我对你的确是日久生情 不过我知道 你心里只有天阳修 我的意思是说 如果跟天阳修不能共结连理的话 我会好好照顾你 好好保护你 让你快快乐乐的 这个古人有名嘛 窈窕淑女 君子好求 虽然你不是什么淑女 但是感情的事 她就呢 赵哥 真的对不起 你看我都说了些什么 我本来不想说这些的 看到你神伤至词 一时冲动就跟你说了这个 你不要介意啊 就当我没说 当我没说 善文哥 你真是个好人 虽然我跟天阳哥已经无法共结连理 但我也知道我的心里 是没有办法再喜欢其他人了 你 你跟天阳修怎么可能不能共结连理呢 他现在心里面都已经有了庆灵 我跟他还有什么将来呢 善文哥 我不想要说这些事情了 而且我想要一个人静一静 想想事情独处一下 好 好 好 那我先走了 善文哥 善文哥 谢谢这段时间的照顾 应该的 咱们三个人在一起 礼担互相照顾 我先走了啊 小栗子 小栗子 你在吗 你在吗 小栗子 你不在 这烦人的家伙又不见人影了 也不知道藏到哪儿去了 打什么歪主意呢 我认识这两个字 天阳 我的名字 我认识这两个字 里面写着什么呢 我认识仨和全阳 其他的字我都不认得 天阳修 我认识仨和全阳修 你来得正好 帮我看看这写的什么 小栗子 走了 走了 走哪儿啊 天阳修 你来得正好 帮我看看这写的什么 天阳修 小栗子 小栗走了 走了 走哪儿啊 离开皇宫 离开你了 什么 你 你赶紧把信念给我听 到底写了什么 何全阳 我知道你不试字 当你听到 善文歌念这封信的时候 我已经离开皇宫了 你变了 变了 变得不再是我喜欢的何天阳 那个何天阳 会为了我着想 会帮我解决困难 她充满战意虽然穷 却有十足的活力 是我心中最棒的天阳哥 既然你决定 跟清宁公主在一起 我祝福你跟清宁公主 共度百首 而我 会天阳海角地到处寻找 寻找那个 我喜欢的天阳哥 我相信 那个属于我的天阳哥 一定会在某处等我的 你不是一直先小丽爱眼吗 现在好了 她彻底让你给赶出宫去了 没有了眼中钉肉中刺 你可以高高兴兴地 跟清宁在一块儿了 没有人会再打扰你们了 这样你开心了吧 小丽 你真的走了吗 你 你为什么要走呢 好 辛苦了 不会 你是谁啊 为什么坐我们老爷的马车回来 我 我 好 我明白了 你一定是耐不住宫中规矩的小太监 趁着夜色偷偷溜出来 不小心上了我们老爷 户部尚书卸迁的马车 对吧 是啊 是啊 没想到就被你发现了 那我现在给走了吧 哎 兄弟 你穿这一身上哪去啊 这是京城 万一被冬场的人发现 你就完了 那我现在该怎么办啊 你啊 太糊涂了 当初你一定以为 当了阉人进了皇宫 就可以享荣华富贵了 哼 这下可好了 挨不住苦逃出来 这男人当不成 连太监也当不成了 这万一 要是被冬场的人发现了 只有死路一条 哎 不过今晚 算你好运 遇到我无饼 这样吧 你就先到我家借宿一晚 换个衣服 免得被人认出身份 嗯 你说的有道理 入夜了确实不好赶路 吴大哥 那今晚 我就在你家借宿一晚 然后明天一早再赶路 吴大哥 一切都拜托你了 哎 只是举手治牢不用客气 那咱们走吧 嗯 嗯 走 娘我回来了 秉儿你回来了 啊 这这位是 伯母你好 我叫小丽 哦 她是我朋友 今天来我们家借宿一宿 哦 看她这一身衣着 哦 是这样的 娘 她是宫里逃出来的小太监 我看她孤苦伶仃挺可怜的 万一被东厂的人给逮住了 就小命不饱了 所以才带她回来 好的好的 啊 那小丽啊 来来来坐下一块吃饭吧 谢谢伯母 来来来坐下一块吃饭哦 来坐下吃饭 啊 啊 小丽啊 把包袱放下再吃 不用了 不用了 我饿了 伯母 你做饭也真香 真好吃 小丽啊 你是不是在宫里受了很多苦啊 哎 小丽 你在皇宫里是吃不饱饭啊 啊 也不是 就 就我今天在宫中一直被欺负 所以心情不好吃不下 一直到我现在出来了 我才发现我真饿了 被欺负 你在宫里受谁的欺负 你根据哪个公公 伺候谁的 我 我 我没有 我没有伺候谁 我就是一个小太监而已 就是在皇宫里头 扫到地什么的 啊 这里连扫地的小太监 都受人欺负 看来 这皇宫里的日子 也不是很好过啊 就是啊 所以 这就是为什么 我跑出来的原因了 啊 在皇宫里头 过的那种生活太不自由了 我宁可到外面 过自由自在的生活 啊 那 你这次逃出来 打算上哪儿去吗 上哪儿去啊 上哪儿去啊 这上个人啊 又又又又又 又又又又又又 又又又又又又又 又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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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 又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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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 还没有进宫的时候 我是跟我爹江湖卖艺的 说不定我会重操旧业 有地方去就好 反正啊 你已经出来了 宫里的事情就别再想了 对对对 小莉啊 来 看你这么瘦 多吃点 谢谢 老婆 来来来 多吃点啊 谢谢 娘 相公 我回来了 娘子 我去给你盛饭去 谢谢 小莉 给你介绍一下 她是文内人 陆娇儿 这位是我朋友 小莉 原来是宫里来的小兄弟 欢迎 谢谢嫂子 吴大哥 你好福气哦 居然可以娶到这样的美娇娘 可一定献上不少人吧 如果你当初不傻傻的跑去当太监 现在也能跟我一样有福气啊 只可惜 你说你这个堂堂的大男人 你却跑去当什么太监 相公 你怎么这么说话呢 小莉 真是对不起 我家相公一向如此 说话都口无遮拦的 不知不觉 不晓得得罪多少人呢 我不是口无遮拦 我 我是直来直去嘛 一根肠子通到底 我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行行行 你说的都有道理 我辩不过你 小莉 我听相公说 你明儿个就要离开了 对啊 我想要回老家去看看 真可惜 我跟我娘 就在我们家门外卖四果错冰 可惜你明儿个天明 就要离开京城了 不然一定请你尝尝 这新鲜的著名小吃 有这么独特的小吃 我一定要尝尝它上路 保证让你去了以后 回味无穷 永生难忘 人家在这儿的时候呢 谁人家烦 现在人家走了 你倒想起人家来了 尚文 我知道你在怪我 但我真的是无心的 毕竟我们共生死过嘛 我又不是无情的人 我怎么会真的让他走呢 我只是说说计划罢了 再怎么说啊 人家小丽也是女孩子家嘛 你狗狗生生地叫人家走 说再也不想见到她了 你说她能不相信难过吗 我原本以为按照她的性格 她是不会在乎的 皇上也知道 你自己对我不好啊 小丽子回来了 小丽子 你既然觉得朕对你不好 那你还要回来干什么 好 这不是尚书大人 谢迁的嘉辉令牌吗 怎么会在小张的手里 这是我的嘉辉令牌 你不是谢张的随从吗 你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呢 我 我禀哥呢 是在附近摆摊做生意 我们一定要有人摔死 就过来看看啊 你的令牌呢 令牌呢 我的令牌 不见了 这不刚好 小张手里握着谢家的令牌 而你的令牌刚好不见了 你看仔细了 这是不是你的令牌 这 这令牌 是我的 可是我 行了 那就没得说了 现在 你就是杀人凶手 小张 就是你杀的 我 你别胡说 再打 打到他承认为止 是 金公子 是 是 是 开放海禁仪式 以后再说吧 好吧 那就按照苗贵妃说的 派兵前往东南沿海 围剿倭寇 皇兄 开放海禁仪式 皇上 那才是根本之道 好了不用再说了 朕不想违背 祖先留下来的遗训 这开放海禁的事 以后再说吧 传递告退 微臣告退 你就假装是小张 躺到地上去 我不要 那没死过人的 多晦气啊 巫禀对你那么好 你到底帮不帮他 有这么难看的死法啊 他从那么高的地方摔下来 全身的骨折 当然就东倒西歪的啊 你快点 我这很难受耶 嗯 照这个姿势看来 小张确实是从高空摔落的地上 是从地面而死的 我知道了 不管呢 他是自愿还是被逼的 肯定有人让他死 所以呢 才会在他摔下的同时 把那绳子给他割了 让他坠地而亡 小栗子 你今天挺奇怪的 你怎么老傻愣在这里啊 请皇上出来啊 莫非皇上不在里头 小栗子 皇上真的又出宫了 没有 绝对没有这回事 没有 那就让我们进去瞧瞧 闪开 你虽然是我这个 假皇帝清点的状元 但是你饱读诗书 我 你不是草包一个 你就继续留在皇宫里面 为国为民效力吧 我想 他们不会对你怎么样的 我走了 等等等等 我虽然嘴上骂你 但是其实我心里是很高兴的 以后你不要再这么任性 不要再这么随便离开 我知道吗 看你这么有诚意呢 我就答应你 我以后绝对不再随便离开工了 但是 那个 你跟庆宁 好了别再提庆宁的事了 否则我会翻脸的 好 何天长 你不能娶她 你要娶她还是我 我不会娶你的 静宁 才是我今世的新娘 你是我的 不是 小莉 你是我的 小莉 让我照顾你了 小莉 就让我照顾你了 哎 小莉 我这样也来你们满意了吧 嗯 嗯 你呢 你能娶她 你是我的 我像我我 你 你 我像我 你 你 我像我 我像我 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無人的當中 難來聽說 終究 日替君的愛 永遠騎在君心肝 無論以後 人生路要逃避驚